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怎麽說呢 大眾會有興趣的科學新聞 第一件事就是 你有沒有看過那本小說叫做《隱形人》? 當然有啦 電影有看 小說有看 我記得小時候就算是老師去講這個故事給我聽 我又懂得把故事講給我媽媽聽 這個故事本身就非常之出名 是小學生或者中學生的英文reader 要讀的級數 那你記不記得一個細節 隱形人 隱形之後呢 我們怎麽看到他呢? 即是他自己也看不到自己啦 是不是? 結果就是其中一個 你要希望別人看到你就要穿衣服啦 是不是? 不是 他是包到整個身體木乃伊這樣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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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的故事很簡單 就是他自己發明到一種藥水 可以喝了之後 就會忍到刑 這樣 但其實就不懂得怎麽還原的 那個故事本身就 我會覺得算是一個悲劇收場啦 悲劇收場的那個故事是悲劇收場的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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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好處就是以前有人跟你說 你當我透明 這樣就是一件好事 真是可以不當你透明 可以在一個適當的時候 選透明是好事 但有些時候你當然不希望自己是透明的 但是現在呢 很有趣啊 為什麽說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竟然在這個星期新聞裏面看到 在科學新聞裏面 似乎真的有少少這樣的trick可以玩到出來 你那麽不要說少少 因為為什麽如果就算 起碼如果真的有 不要說是人啦 起碼其中一個物體將它變成透明呢 其實是很大件事的 真的是 是 所以呢 這次的新聞呢 連這個CNN都有一個詳細報道的 那好啦 你講講究竟發生什麽事啊 就不要想到真是有東西可以完全隱形 而這個新聞呢 但是我覺得夠爆炸性的啦 就是因為連那個Nature的期刊呢 都是將它刊登了出來 那裏面呢 原來牽涉到一個其實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簡單的一個地步 我想像不到為什麽那些人不會早些發現到的 那它的故事就是這樣的 就拿一隻白老鼠來試 就將它肚皮的毛就剃乾淨 那那個白老鼠它本身呢 因為小隻的生物呢 它的肚皮很薄的 然後我將它剃毛 剃得乾乾淨淨之後 就塗一種隱形藥水上去 結果就發覺整個肚皮的皮膚是透明了 我可以直接看到裡面的內臟的狀態 整個這個胸和腹的位置那裡 那些內臟可以看得清楚了 甚至以它們研究人員說呢 老鼠早餐吃了什麽 我都可以在消化系統的活動上看到出來 當然我們不是說它有能力將整隻老鼠連骨帶毛連皮一次過隱形了 但是現在你發覺最少就是說 它能夠將肚皮的皮膚隱形了 然後令到你可以直接透視到那個老鼠內臟的狀態 而不需要是劏開那個老鼠 不需要令它流血 你頂多是剃毛的 那麽就將它整個肚皮的狀態 就是遠鋒不動地可以看到之餘 就是如果你將這個藥水 它慢慢是會散走的 散走之後呢 這隻老鼠是還原的 一個完全正常的狀態 所以就是說這個叫做 令皮膚隱形的藥水 就似乎就面細了出來 嗯 好了 那這個當然有很多值得追問的問題 首先我們知道 那個機制是怎樣呢 就是為什麼會做到這個呢 那這裡又要講一下 它原來用那個藥水的配方 是一點都不複雜的 而且有一些的成份呢 是根本我們日常生活中 就完全是接觸過都不奇怪 那首先最簡單的是水來的 但是當然只是水就不行了 它還要加什麼呢 就加了一隻食用的色素 那隻色素的名字叫Tatracine 是一種呢 我記得我在中學時候呢 就是會考程度的化學呢 都有讀過的一種染料來的 這種染料呢 是可以加進去食物裡 作為食物的色素添加劑這樣 那譬如一般大家吃到很多市面上 買到的那些糖果呢 尤其是當你用到黃色、橙色的話呢 就會是用到Tatracine的這種色素 那這種東西本身呢 如果在一個白色的托底之下呢 它就會顯現到呢 一種黃黃的、橙橙的色的 就視乎濃度呢 如果它比較濃的時候呢 就橙色 如果不是呢 就黃色 它本身自己都是透透的明白的 但是你是有一個白色的托底呢 它才會顯示到它那種黃橙色的 那現在呢 老鼠呢 那個皮膚呢 就會這樣 你將這些食用色素呢 是這個Tatracine 這種的色素 去開水開稀去 就把它塗進去老鼠肚皮裡 那其實呢 這裏你就想到了 其實一般來說呢 那個想法都幾無聊的 就是 你一種保身食用的色素 你又不會把它放進老鼠裡 因為你不會想著 把老鼠做到很好吃 OK 我頂多以前吃過一隻 老鼠醬皮糖 是裡面有這種黃橙色的色素的 你不會想到 把新鮮老鼠都要這樣 放一些食用色素進去的 那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沒有人想到把它放進去 但是呢 我覺得始終都是有些科學家 不是無聊的 他想到很聰明 就是發覺呢 這種這樣的色素本身 它可以將一些 軟組織的光學的特性是改變了 如果我講的光學特性呢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就是它的折射系數 我知道水和玻璃有不同的折射系數的 你如果將它混入一些成分 譬如說你的玻璃不是完全是玻璃 你裡面是有一些叫阿加力膠的時候 它的折射系數又不同了 現在呢 我們就發覺呢 一般來說 我們將那個老鼠 它的皮膚就不是太透明了 因為有很多其他的組織在裡面 但是你將這些帶有這個食用色素的那種液體 是塗了上去的時候呢 等它吸收了之後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我們皮膚有一定程度的 吸收水分的能力的 還有一些水溶性材料的能力的 那麼我們 那隻手浸濕了都會塗皮的 那個手指都是不是 或者女士可能比較關注的 就是你塗一些護膚品 有時候有些比較水潤一些的 那些是真的水會吸收到一會兒的 但是其實你都知道呢 隔一會兒就會揮發了之後 就沒有了效果的 你都的確看到有時候 塗一些護膚品的時候 你看到你的皮膚好像比較光澤 比較不同一些的 那的確呢 這個這樣的特性呢 我們現在就擺了在老鼠身上 但是我們用的不是我們的護膚品 而是那隻食用色素 發覺塗的時候 令到直接它的皮膚透明了 從而令到我們呢 看到裡面 就是直接看到裡面的內臟的情況 如果你用得再濃度高一點的時候 發現它的透視程度再高一點 甚至乎落到內臟的時候 都吸收到一部分的時候 你會發覺是可以看到的東西 是更加深入的 那在它這個實驗裡面呢 其中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留意到 它會將它 不只是用老鼠的 它拿一塊雞柳也試一試 拿一隻雞也試一試 就是你將那個藥水 用不同濃度的那種色素 用來擺在一個同等厚度的雞柳的時候 就是現在這個圖 台長你有沒有留意到 它的透明程度有不同呢? 由0、20、0、16、0、16、2 是的 你會發覺越是黃橙色的時候 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透明程度越好 如果你開頭的濃度不高的時候 它的皮膚就沒有那麼黃橙色 因為它沒有沾染到那麼多 沒有沾染到色素 但是那種色素比例越多的時候 黃橙色越厲害 但是你反而看到它的透明程度越好 所以你會發覺 用在很多不只是老鼠的皮膚 用在其他動物的皮膚 都看到一些的效果 可能你就會有興趣問 那人怎麼辦呢? 首先我們不會想到拿來做護膚品 首先就是因為它會令到你有顏色 但是又要留意的就是 一般來說人的皮膚 比老鼠的皮膚厚度是多成十倍 而且又要看看人肥還是不肥 有沒有肥肥膏拖底 如果本身是一個瘦底的 皮膚很薄的 那效果會比較明顯 所以大家就會想 其中一種有用的程度就是什麼呢? 對於某些病人 如果他要做靜脈注射或者抽血 那些血管比較難找的時候 這個就可能其中一種幫到你了 趕快去塗一下這些色素 然後令你的血管明顯一點 那就容易一點刺下去了 然後隔一會兒 其實隔了大半個小時 它自己會散走的了 那些色素本身也是對人體無害的 本身我們都可以吃得到口的東西 而且它也會慢慢分解流失了 所以這樣就變成 我們知道起碼這種技術的其中一個用途 就是起碼對人都有少許作用的 但是它現在是局限在一些皮比較薄的老鼠身上 但是如果真的做到的話 對於將來我們譬如說 不用多開內臟一些的情況呢 是不是有幫助呢? 我就覺得為什麼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連自然期刊都這麼留意 就是因為對於這些會用到老鼠來做實驗的那幫生物學家和醫生 非常非常有用 很簡單的 我要追蹤那些老鼠在吃某一種的飲食 餐單不同的營養裡面 哪種容易致癌一些 你看到它生不生癌 你看到內臟也不需要劏牠 非常方便 就這樣抓出來已經看到哪個有腫瘤 哪個沒有腫瘤 甚至乎可以不用損害之下 讓它繼續生存 然後看看它可以生存多久 你發覺在一個不入侵性的情況之下 能夠看到它的內臟呢? 我想這個大家很容易明白 就會非常之有用 我不敢說這件事可不可以拿諾貝爾獎 但是我覺得這個貢獻本身是很大的 但是它而且去想的方法本身是很簡單的 一般很就手的材料 而且可以對人畜是無害的 然後就可以令到很看得清楚那個生物的內部的結構狀況 我自己會這樣貼的 我覺得這件事就算不是拿正式的諾貝爾獎 他拿搞笑的諾貝爾獎 我覺得更加大機會 好啊 但是剛才你說武害 是不是真的武害這隻? 這隻這樣的Tatrasin 是啊 這樣問得很好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被這件事吸引到眼球呢? 不只是因為我中學讀過這種食用色素 而是如果你看回再遠一點的時候 尤其是在80年代 我記得香港當時都有新聞報導過 就是說很多這樣的糖 它如果是有用到Tatrasin 用得厲害的話 有傳就會說 就令到那些小孩是會過度活躍的 就是有人就會說這種色素 是不是跟過度活躍有關呢? 但是這裡要留意 很多時候這些食品添加劑 我想今天的科學回憶錄 我們可以討論多一點點的 以往我們做的那些實驗 今天重做的話呢 就發覺很多時候 可能以往是做得不夠仔細的 所以有些結論是要修正的 那如果這種Tatrasin 真是令到那些 會令到別人過度活躍的話呢 那為什麼今時今日我們還會吃呢? 還會見到呢? 那會不會是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實驗做得不準確 或者根本就是很多時候 尤其是我們今時今日 很容易去辨認到那些小朋友是有ADHD 集中力不足啊 或者是過度活躍的那些東西 可能我們發覺根本上是無關的 是個孩子本身就有種這樣的基因 就跟他吃多少糖可能未必有關 所以很多時候這些實驗呢 這些結論呢 在我們今時今日呢 再清楚否釋的原因呢 我們可能有另外一番解釋的 那現在今時今日來講呢 我們都會確認這一種Tatrasin 應該是無害的 我們繼續在我們給小孩子吃的糖果裡面 繼續會有出現的 那所以呢 我們會甚至乎 就是如果小孩子吃都沒有害的話呢 大人吃就更加無害 所以就算以後拿來查一查 來幫你找一下那個動物在哪裡 找一下那個靜脈在哪裡 來抽血啊、來打針啊 我們覺得是 就是可能我們第一個會看到 就是對人類有效的直接的應用 但是就算不是直接 講間接的 它 令到一往後所有的那些 觀測老鼠內臟結構 就是健康狀態的實驗呢 是提供一個極大的方便 我覺得呢 對於那些醫藥啊 營養學啊 那些這樣的研究呢 我就會覺得有非常大的貢獻在這裡 是 這個是一個食物的添加劑 具體的作用呢 就是那個食物上面的色素 主要是黃色 但是呢 有些所謂的 根據在那個維基百科講 就是都市傳說 傳說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吃了這隻添加劑之後呢 就會令到藍星的羊具呢 縮小了 那你說什麼 那就是 以可能大家 用大家的親身體驗 照樣應該沒什麼影響的 OK 我對自己有信心 對他有信心的 好的 我這次去結束 下一節再回來